大家好,我是酷琦 今天要聚集我们的Curse of the God Dead 在开始游戏之前 我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游戏的能力值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款游戏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中文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去外国的网站稍微找了一下资料才搞懂 首先,游戏的能力分成三个 第一个是体质 第二个是灵巧 第三个是感知 那分别为constitution,dexterity和perception 其实,我觉得看英文还是比较好了解啦 那个灵巧和感知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 好,首先是constitution,体质的部分 每一点体质是加50体 然后再来是灵巧,dexterity 每一点的灵巧是加2%的攻击 最后是感知,perception 每一点的感知分别是加4%到5%的gold不等 不过这个确切的数字好像外国也还没有非常确切 所以说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 尽可能还是以体质和灵巧为主 因为体质加50体其实比较补 然后那个感知才加4%到5%的gold啊 这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灵巧也不错耶 加2%的攻击 如果你有拿到够多的灵巧的话 加到10%以上 等于没达50滴就可以变55滴耶 所以说伤害还蛮可观的 那了解这些之后呢,我们再开始 一开始我们先加一下我们的骷髅头 骷髅头现在有40多耶,超多 嗯,40多,最多的是什么呢? 25、35 哇,40 用单次攻击击杀多名敌人的时候使用怒火 造成的伤害加50%持续10秒 不过打boss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探险之时候加5点的体质 就是我刚说的 1点的体质是加50的生命 所以说这是加250 成功格挡的... 诶 格挡成功会恢复所有的体力啊 完美闪杯可以触发加速 嗯,鲜血喷卷每次消耗蓄力 还会赠送300的黄金 好难选择哦 够的我是想要啦 啊,我觉得好像也不用特别换耶 等我们有第三个祝福仇的时候再说好了 来吧 今天要继续我们的神庙探索 这个双子星真的是很难耶 然后我有发现到啊 我们在走这些路径的时候 尽可能是以Status为主 然后Relic为辅 因为装备的部分其实很容易就会掉下来了 不用特别去捡 然后问号的话就是随机的啦 就真的是随机的 可能是钱 可能是Weapon 可能是能力值等等的 那我们一开始先走这边好了 还是这边呢 一个两个 可是不想要走武器耶 那走左边 这一次的路径看起来还蛮不满意的 不是我想要的啊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就下1000的金钱 真的是很补耶 哇 小心小心 然后也要确切的留一点体力哦 OK 确实 啊可恶 每次最后一发他一定会逃走 然后这个先帮他点一下火 最后来看一下这一把武器是什么 这应该是 啊我超爱这把的 这把双手武器超帅 攻击力又高 然后范围又大 来吧 我们先用一下陷阱好了 然后来烧一下敌人 来来来 乖乖乖乖乖乖乖 基础伤害会加1% 嗯至少比我现在开三刀好吧 我很喜欢这个像权刃一样的东西 不过它是叫尖牙啦 攻击速度又高 然后又可以跳到蝶的后面 我还蛮喜欢的 哇 来打我一下打我一下 来来来乖乖乖乖乖 大锤 有没有看到 超爱这把武器的 好像也没有特别东西了 耶 啊还有钱 这个是千万不能错过的 哇可恶 陷阱太暗了都没看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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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凶波耶 来吧 赶快加一下能力值 这款游戏加能力是还蛮重要的一环 哇 哇 哇 等一下好可怕好可怕 来个大锤好了 还是这样玩比较爽快 回一下体力 来 啊 闪不掉啊 不过 跟之前相比的话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有比较顺了 按键的位置也比较了解了 然后手枪 哦 火系的完美一集耶 啊 啊 可恶 我明明就按了躲避的 笨 先点一下火好了 之前有说到点火是一个蛮重要的环节 如果够量的话 敌人的伤害就会变低 体质哇超好 体质和敏捷和感知加一等于是 加50体 然后攻击加2% 然后和黄金增加 右边的吧 右边的吧 之前有说到 诅咒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好像也不是这回事耶 如果拿到之前那个 受到伤害的话 会有完全黑暗的那个 那个超难应付的 所以还是尽可能不要受到诅咒会比较好 啊好危险好危险 刚没有体力了 好暗哦 然后附近也没东西了嘛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该拿的coco也要拿一下 先来点一下火 呵呵呵 点火一定要记得 至于要变习惯才可以 哦小心氛围 没有体力咯 哦呵呵 好可怕哦 烧一下你 火系的攻击伤害加15% 超适合我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能够加什么能力值 诶 中毒伤害加30%是还不错啦 感知体质最虚弱的敌人 敌人攻击施加的腐化减少75% 嗯其实都不需要诶 勉强这个还好一点点而已 但是要花那么多钱好像也还好 中毒攻击伤害加30%啊 嗯都不要好了 接着heaven和weapon 我们去看一下weapon 应该比较好吧 好 可以的话其实我想要把我现在的武器先换掉 这把武器的攻击力稍微弱了一点点 这才打101010诶 这样还不弱吗 哇 好不呢 呀没有体力了 哇就说要做好体力管理齁 也太暗了啦重点都看不到 这样会让大家都看不清楚诶 不大好 哇 好多敌人 等一下哦先回下体力 打 闪 远程的先干掉好了 超烦的 哇 又是腐化 腐化敌人触发的条件我也不大清楚诶 在看敌人的类型吗 不要再招出来了 好烦哦 怎么那么讨厌啊 OK 恩 盾 对中毒的敌人 仿若武器是主 哎哟 跟我的很搭诶 不过加10%也不过变11而已 一样很小 一手火系的攻击每个感知点 加3% 恩 应该 应该还不需要吧 恩 不然我们来用一下眷顾好了 那来看一下不一样吗 呵呵呵 这感觉一样啊 啊嘞 那这个呢 闭守 光明中 每个灵巧点加记录 哦 这样可以加6%诶 这个有点兴趣 不过我现在发现枪也蛮好用的 鸭 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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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这个打boss其实还不错诶 啊他好贵哦 不要 完全没办法花钱 那就 闭守嘛 那干脆不要好了 呵呵 那我来这边干嘛 好啦就当做逛街嘛 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 呀啊简单一点的哦 我求你 诶不是吧 哦 哦 拜托一下这个超难的 怎么一开始就拿到那么难的诅咒啊 这个应该是我目前最讨厌的 虽然你要说不要受到伤害那就好了 不过 怎么可能啊 在说什么 闪 先闪先闪 然后先点一下火 太暗了 来大锤 闪 不要离那些太近 哇 可恶 后面有那个啊 陷阱都没看到 而且敌人怎么那么多啊 呵呵呵 好难哦 没关系我就用远程攻击啊 来拼 拜拜 哇 好痛苦哦 下面没东西了 上面呢 还有一小块鹿啊 来 拿个大锤好了 没体力了 哦 呵呵呵呵 好难啊 鐵力是真的很难掌握诶 OK 先干掉一只 这样的东西先看一下好了 这个跟我的一模一样 闪 啊哈哈 好难闪啊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臭家伙 不要再招咯 OK 然后对虚弱的敌人造成伤害 虚弱是指敌人的HP到几%以下吗 这个资讯我还没有找到诶 刚刚地图好小哦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 两千多的话 应该能够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东西 阿基有陷阱伤害耶 很好 来帮忙陷阱一下 陷阱打得比较快 哈哈哈哈 有没有陷阱打得比较很顺耶 我超喜欢的 我超喜欢的 哦 好危险哦 来 再拿 这里 啊没打到 这个是盾牌 阁挡后主要的武器 会在两秒内造成暴击标 没有那么好 阁挡我到现在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性耶 还是用翻滚比较习惯 哦 大只的三连级超危险 好 先干掉一只 哇 呀拜 没有体力 好危险 没有体力这样子很康 哦好危险 哦 好难啊 虚弱加45G也没有什么需要耶 黄金陷阱的时候会恢复生命最大值的20% 感知加2 嗯 等一下哦 先看一下 哦我的装备超手的 只有三个而已 好像不大好哦 我应该要买一些东西才对 感知灵巧 其实我真的不需要耶 对虚弱的敌人啊 呀 我相信我可以的 如果老实说第一开始就拿到那么惨的诅咒 实在是 玩不大下去 呃超难 这两个都很困难耶 实在是不大喜欢 啊没有体力 啊呀拜 又没有注意到体力了 欸体力我超少的糟糕 完全不够用 然后你不要再招出来了啦 你很烦耶 一直招怪 哇哦 然后里面有东西吗 装备 中毒伤害很好 然后这应该是主武器吧 连环终结技 嗯不过我才刚拿到毒而已耶 对啊才刚拿到毒而已那算了 放弃 欸好像估计有上升耶 终于有痛一点的感觉了 不然之前打都没有什么感觉 一模一样 哦 no 两只有够扯的 呀呀呀 闪不了 闪 好可怕 来个大重极好了 让他们燃烧一下 啊他死了耶 来再一发 换我 原来可以打掉欸 我现在才发现 这样可以打掉就很好了欸 不过用一般的攻击打得掉吗 好像只能用双手武器 嗯确实是这样子 哦 又学到了 喂 喂439 439 这个血量怎么办啊 这个敌人打过一次 诶打过蛮多次了吧 第一个是爆人嘛 对不对 先让你中毒好了 啊 呀不要不要不要 哇 呀得招爆爆了 爆爆太多眼烦耶 啊呀吧 没有体力 呀呀呀呀呀 看不清楚 呀呀呀 哦 哦可怕 哇 哇 慢点 慢点 没有体力 没有体力 回一些体力哦 再一次发 OK 好可怕 诶 诶我赢了 我还以为我输了诶 哦 二三啊 恩受斗的伤害会 哦 那我先把这个用掉 这太烂了 然后双手武器 比现在的还要好一点点 慢掉吧 不过以我这个血量要打到后面 还打得下去吗 只能先尽可能的防御好 诶呦有黑粉耶 赞 需要的时候刚好有 呼 诶 诶 再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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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一瞬间还以为这一关就要这样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加一下能力值 八 应该 诶 能力值这样走 诶要怎么走比较好 先拿钱再加还是 先加再拿 左右 诶 好像碰不到诶 上上 不然我们走这边好了 先拿钱 然后走能力值 诶不对啊 一二三 诶其实都一样诶 不然我们走右边好了 好按好按 哇 呀吧 这支是什么东西啊 啊是精英怪 难怪我觉得它颜色不大一样 用箭打它 用箭打能够直接触发暴击 yes 嗯 哪个高等级或同等级别的移基基础伤害加2% 最着火的敌人 我现在没有着火的武器诶 逐系攻击先不要好了 我觉得我的双手武器目前选择的还不错 哇 啊糟糕糟糕 要赶快捡钱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呃啊 现在他们的自爆好了 okokok 超危险的 超危险的 阿斯精英怪等一下 现在顶陷阱好了 哦哦哦好可怕好可怕 来你先死 ok ok 还有你 一直在后面 来阴打你 哦哦哦哦哦 呵呵 没有体力了 没有体力了 好危险 okokok 靠中毒的方式把它打掉了 哦哦哦哦哦哦 好危险 拜拜 敌人攻击 啊这很好诶 啊不过跨下一张地图就要拿到诅咒啦 我妈呀拜托一下 简单一些简单一些 这个太难实在是很难玩下去诶 嗯难力值 哦哦这个还好 敌人死掉的时候会爆炸 爆炸算是一把双面刃吧 可以更快速的清理敌人 但是我也要小心一下敌人的爆炸 爆炸造成的板症还蛮大的 等一下等一下 啊可恶闪不掉 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闪 有没有看到这样还蛮不错的诶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啦 哪里好啊 我真的 这一次不是闪得很好说 光是在前面就受到那么大的伤害啊 然后这张地图是连续爆炸 虽然说是连续爆炸 不过中途也没有什么钱 先把这个打掉 哇哇哇哇哇 啊可恶他穿墙了诶 Saint 哇 gelecek 喔现在真的 introductory 啊牠了 他别改了 那不是吧 曾还是ont 我气址了 哇可能有这个魂物 荻木 这籽人的蝴 Legion 你们都或者我们 sea 三 ok 欠打 然後這把武器呢 就餵剩餘不到 嗯,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需要 繼續拿一下生命上限吧 這武器不需要走Ralic 應該這樣比較好吧 我最希望的是拿到跨地圖能夠回血的 但是現在好像沒拿到欸 怎麼辦都沒有 陷阱啊 在那邊 然後這邊是不是也有路啊 有欸 欸好欠喔那麼暗誰看得到啊 被環境殺死的敵人可以恢復最大生命值2% 我們先把虛弱這個換掉好了 火屑也可以換掉了欸 火屑換掉好了 喔無謂的生命就這樣子沒了 然後這個按摩mode先打掉 啊沒有體力沒有體力了 我現在是大隻的喔 欸 欸敵人太多了吧 我媽呀 哇 哇敵人太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 超扯的 欸敵人怎麼那麼多啊 先把你們的攻擊打掉 沒有體力了 啊哈哈 啊哈哈 重擊 我看我用重擊打他們好了 這樣我自己也比較安心一點 喔 只能被追著跑而已 好 再一次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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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打的先打掉一隻了 雖然剩下的也不簡單啦 哈哈 尤其是這一隻大隻的 好 傑西尼 喔 喔 變成攻擊 再一次 YES 匕首感知點 喔好多喔 這樣子就加了 哇 欸 我有看錯嗎 每個感知點的基礎上 還加1% 加3 等於4% 等於加44% 怎麼那麼高喔 欸那我來試看看喔 喔 他這個說明讓我很有興趣欸 欸 得 我裝備都超好喔 主要武器等級加1 火系攻擊加30% 喔 好高 體質加5 靈巧加3 嗯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好加的 利手火系 嗯 怎麼 欸等一下等一下 要把哪個換掉啊 主要武器等級加1欸 呵呵 好強 阿不過我的是那個 像全刃一樣的東西 所以可能也沒有那麼好用 火系的攻擊增加 我也沒有火系的 匕首的基礎 拿這個好了 阿不過我拿換錯了欸 糟糕 好 我們把中毒傷害 這個要留下來啦 這個虛弱這個換掉好了 搞不懂在幹嘛 好沒東西了 能力 遊戲在進Boss前都沒有補血這一點讓我一直很有壓力 來我們先把這個打掉喔 好 好 多用一下匕首好了 喔靠 匕首攻擊超高 爆炸高 哈哈哈哈 好高喔 欸怎麼那麼高啊 欸感知可以加感知可以加 讓我把我的主要武器換掉了 這個我們先換掉 欸這個攻擊是怎麼回事啊 基礎攻擊就50多到60多欸 我扯 扯 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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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了 拿個錢 小心一下地板 阿是精英怪 精英怪先不要打 先把小兵幹掉 哇 他翻3發欸 拿大劍打他 然後等一下回下體力喔 好去死 yes 沒有補血的沒有補血的 沒有補血的讓我好不安喔 好 這要怎麼走啊 下面有路 下面是摳摳阿 左邊呢 也是摳摳 千辛萬苦 一樣 黃金發現還是不需要啦 我們走這個好了 生命值就好了 好像也沒有需要花那個錢 欸 反正都要到最終BOSS了 阿對齁不用這把武器啦 怎麼那麼爛 靠一把匕首這把電都打爆了 呵呵呵呵 攻擊力好高喔 還真的會嚇死人欸 閃 先閃好殺三連擊 來 把小兵先打掉喔 呀 體力不足 阿 背戲阿 背戲阿 阿 又是精英怪阿 差怎麼躲阿 都是超難應過的敵人欸 哇 馬幫幫忙 難度那麼高阿 好 先幹掉一隻 剩你 虧我那麼一點血還可以繼續撐下去 恩 寶石槌 連環劑 這個不需要吧 格擋我也不想把我的匕首換掉 恩 這個全血的敵人 啊 主婦手槍的話 每個感知點加基礎傷害1 所以這一把武器是加13% 灌掉 8 我也不知道這把武器好不好用欸 反正就很亮而已 自帶光明源 噢不是吧 到Boss前要 還要一個Curse 怒火神廟 噢這個還好 這個是我可以接受的 來一個補血的吧 拜託 求你 啊這看起來不是阿 地板會著火的 呀呀呀 啊啊 謝謝謝 好好好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這張地圖要趕快過耶 趕快過的話地板會著火 OK 拿下錢 喔終於結束了 喔終於結束了 喔齁齁齁 馬幫幫馬 啊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喔 好 閃 然後這是精英怪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的體力 讓他打一下這個好了 哇 每次都要喊一下 太可怕了 掰掰 掰掰 嗯 還有沒有加血的啊 NO 沒有什麼都沒有 喔 傷害加10% 這也沒辦法 啊反正進下一關也沒差了嘛 對不對那先血吧 啊 無禮 無禮 這個血量要打這一關太難了 他又不打我诶 对吼 忘记他的攻击模式 好像是二连级吧 好 来 闪 闪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还好我有点印象 这刺客模式 这个形态比较好打 好 来 可恶 还是闪不了他第三招 自爆然后变成火焰的形态 我管你是什么形态啊 你去死 给我去死 好好好 这样就可以咯 我要有点空间能够闪才可以 呀呀呀呀 哈哈哈哈 这次拿的5星那么好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不过以第二次来说的话 我应该打得比较好的吧 哈哈哈哈 重点是前面损解损太多了 只要再加把劲的话 一定可以顺利通过的 超刺激 而且我觉得 把基础姿务足了之后 玩这款游戏就更好玩了 因为你会 最特别的注意 到底你要加什么样的能力值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诶 而且有一些武器 刚刚那一把太强了吧 每个感知点 直接就加4%的攻击 然后我当时有11吗 呵呵 立马加了40%的攻击 超高 超好玩的诶 好 这款游戏也找到乐趣 呵呵 一开始我还在想说 会不会中途放弃 但应该是不会啦 应该是可以顺利的继续玩下去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搞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